如果想问一些稳固点的股份 他就说早晨Rafi 他说你看港股是否要跌一跌 就是弹一弹又再阴跌 他说他自己觉得是 所以他说想问是否应该越跌 就是买一些实力收息蓝筹股 有没有哪一只你觉得是吸引 又不怕政策风险的呢? 他自己本金50万 希望可以每个月收息几千元左右 每个月收息就会比较困难 我认为是平均 我认为是平均 你当他一年派入或者半年派入之后 你计算一下可能会有些息手下 如果你说这样计算 说真的如果要回到几千元 50万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你这样计算 这个息率 如果我认为很简单 三四千元 真的成分一年 就可能是三万多四万 如果你说50万的话 要简单这样除 其实你要找一些息率 是起码都七百厘留上 但是股价要不是怎么动 这个不是完全容易做到 因为其实你说内银 当然收息是高的 但问题是股价都会有一定的反应 特别这一段恒大因素 都会有一些间接的拖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真的要选一些 可能没有什么相对政策好 或者一些一阵危机的风险的话 其实就 说真的 选择性就未必太多 如果你说真的 在一些比较偏大型 又有一些收息的选择 我觉得反而是可能领展 即823这些 当然它并不是很高 但是股价落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其实是挺吸引的 而且它始终都是比较 纯本地业务为主 而且你过去说 跟本地发展商去秘密会议也好 叫他们多些供应都好 其实对领展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就不太关系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要选择 我觉得领展始终都有一定的收息条件 其实距离来说真的算高 而来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就 如果你说整个市况 不是说特别 就是有什么太大的调整压力的话 其实再大一点的空间 它应该不大 但是当然我想都是分阶段的吸纳 因为始终现在这些市况 其实很难一下买下去 就不需要怎样理会 我觉得慢慢分阶段买 其实这些位置 65至66边可以先买一下 但如果你有机会下低一点 例如下60至62边这些位置 到时再加一些会好一点 是 那么一看看 呃